第二个部分这一次施做的重点在于提供行动不便者的无障碍的灌洗及其相关的这个冲洗的设施 这是目前的厕所 那我们要做的是改建的工程 预计的方式为首先第一 从这一个深处也就是整个厕所的基地的这一个部分 我们会拉出一个平整的铺面的平台 并且往下收边是顺的 这个地方建议同样为170到200米之间 形成一个完整的无障碍平台 另外再往前延伸 它会到目前的这一个树的这个部分 也就是从深处的最底端一直到这个地方 然后还有到这一个形成一个正方形的铺面 这个铺面整体性就是无障碍的相关的空间 可以让使用者能够自由的在这里连接 刚才所设计的无障碍的步道进行各种的活动